庞陀雨夜却成了犯罪分子实施作案的良机 时尚阳光却成了犯罪分子实施作案的伪装 处心积虑精心策划 嫌疑人与警方玩起障眼法 三阵搜寻 江城警方拼接出一个罪恶的神秘身影 粉色先生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武汉青山区最繁华 店铺最密集的商业街道 2016年5月14日星期六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 然而当晚20点30分 正是人们逛街购物的高方 商业街的一家金店托早抢夺 重达180多克 价值5万余元的四条金项链被人抢载 顿时一种诡异不安的紧张气氛 笼罩了整条商业街 各种猜测分支踏来 地区老师实际上的金额也比较大 嫌疑人利用了风雨交加的夜幕 我们是在打烊这个空档 实施了这一集抢阻案件 应该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案件 接到报警后 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连夜组织警力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警方希望从中心现场的物证上 获得更多线索 但嫌疑人作案手法干净利落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看来嫌疑人似乎具有一种反侦查的意识 疯狂的抢夺究竟是何人所谓 近离商业街有几家金店 嫌疑人为何直指这家金店下手 正值营业时间 他又是如何引开店员的注意 实施抢夺 警方推测 这起抢夺案件可能有金店内部人员参与 选择这个时间点 选择这个店铺 会不会跟相关的工作人员有相应的关系 那么通过我们的走访 反映出这个地方的员工都是这家老老员工 因为这家有很多家分店 应该都是跟着这家店走了很长的时间 都是比较信得足的员工 这并不是一个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的现场 相反案发金店内外装有多颗监控探头 清晰地显现出这名男子进入金店实施抢夺的整个过程 监控显示 当晚19点40分左右 从备抢金店北侧走来一名身着粉红色长袖衬衣打着雨伞的男子 但他没有进入金店 而是走到隔壁店铺门口四处张望 19点50分左右 这才走进金店里 一米七几的个头 屁性微胖 这名看上去比较时尚年轻的男子 整个脸部被头上的鸭舌帽 这得严严实实 侦察员无法辨认其面部特征 几乎从路向中 没有看出来他直接用手接触柜台 服务员给他的相应的水杯 他尽量不接触 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对象 他是有意地不想留下任何的捧击物证 首先是看了个镯子 后来也看了大概四条项链 他在整个金店里待了将近有四十多分钟 当时的小服务员 就是很详细地问了一些 买金子的一些售后 包括金子的维修 维护 保养之类的 犯罪险人有比较强的 比较好的 这是心理素质 他采取拖延时间来迷惑业员 这个过程 我们感觉到犯罪险人 应该前期就已经有一个预谋 证查员发现 这家规模较大的金店里 当天竟没有配备保安人员指手 据店员回应 男子操着不是很纯正的普通话 说他近期要结婚 想挑一件贵重的金饰送给未婚妻 店员极力向这名男子推荐店里所有最新款的金饰品 他不停地在询问 同时把音乐员展示的经营视频 把他拍照 说是发给他的家人通过微信 然后又装作 应该是他显示出他在跟家人沟通 要选哪一款哪一款 因为一先前对这个男子有很好的好感 之后就对这个男子增了紧地 监控现实 当晚8点30分 就在金店店员从柜台中 拿出四条分量较重的金项链 供男子挑选时 趁店员不注意 该男子突然从托盘里抓起四条金项链 夺路而逃 瞬间便消失在夜幕中 应该说在前期充分具备的情况下 很冲勇的实施地抢托反折 并且非常淡定地离开了资源区域 结合金店录像中 神秘男子粉红色衬衣 及头上有鸭舌帽等明显特征 侦察员立即搜寻 查看金店外和周围街道的所有监控录像 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监控画面显示 20点37分18秒 一名身穿粉红色衬衣的男子 作案后快速跑进 距离金店不远的一条巷子 十九接力 通过他能够迅速离开现场 而且通过他动作 这种灵敏程度 我们感觉到这个对象 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这个小区的四周 将近有十个金属口 横通整个十九接法 所以犯罪分子选择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事先有过一个 自己精心的一个考虑 粉色着装的男子 反侦察意识很强 遮挡严密 目标明确 手法老道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案发现场呈现出来的信息 让警方意识到 他们这一次要面对的对手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犯罪嫌疑人 一条错综复杂的十九接 引出追踪焦点 一次次变身 隐形 警方遭遇不寻常对手 一个鬼魅的身影 十九接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一辆束缚闪过的公交 警方如何锁定 嫌疑人踪迹 粉色先生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5月14日 周末之夜 一名身着粉色衬衣的男子 在青山区繁华街道的一家金店 疯狂抢夺了四条 价值五万多元的黄金饰品 金店外围尝试视频监控显示 嫌疑人作案后 迅速端到金店北侧十九接 证查员分析 嫌疑人对金店周边环境很熟悉 这就说明 嫌疑人对这家金店事先踩过敌人 监控画面显示 20点37分26秒 嫌疑人窜入十九接后 边跑边续促脱下 身上粉红色的衬衣 来回的几个巷子在穿梭 对这个十九接你的巷子里的环境相当熟悉 我们当时一边在调取录像 一边还想 这个嫌疑人难道就在十九接 现在住或者曾经住过 十九接是青山区一个较早的开放性社区 据案发现场的支线距离只有一百米左右 社区住着几百户人家 即单位宿舍小摊店与一体 没有围墙没有主干道 有无数条小路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可以自由进出 如此复杂的地形 无疑给侦察员追捕嫌疑人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侦察员极力想通过监控录像 所寻到嫌疑人的踪迹 大约过了九分钟 二十点四十五分 一名男子从巷子里急速跑了出来 通过对男子头上戴的帽子 及体态的对比 侦察员确认 此人正是抢夺金店的那名嫌疑人 与此同时侦察员还发现 嫌疑人跑至十九接另一个出口时 有一个很可疑的动作 做了一个手伸出来的一个动作 而且他做动作这个旁边的时候 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类似于 大箱子之类的物品放在旁边 虽然短短的只有几秒钟 他在这里做什么呢 这个位置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停顿 专案组立即派出侦察员 对这条巷子的每个角落 每一家住户进行仔细搜索和排查 结果发现该男子做出丢弃动作的位置 原来是放着一个垃圾桶 据此警方判断 当晚嫌疑人跑到此处 一定是像这个垃圾桶里扔了什么东西 于是侦察员找到了当天负责清扫这一片的环卫工人 结果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当时找到一个这个满新的衬衣 我觉得还可以 别人为什么就把它掉污掉了这么新的衬衣 我就把它收起来 我还把它洗了再晾着呢 他还跟我们说了一个细节 就是跟这个粉色的衬衣在一起 有一个假发 警便认 这件粉红色衬衣正是嫌疑人在案发现场作案时所穿的衣物 侦察员心生疑惑 案发现场男子头上明明戴了有帽子 怎么又突然冒出有假发呢 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 再次对案发经典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反复查看 希望能找出答案 他出来之后啊 就直接串了这个巷子口旁边很近的一个公交站 大概停留不到几秒钟 这时候来了一个公交 我们当时啊 就推断 这个嫌疑人是不是第一时间就上了公交进去逃窜 侦察员立刻调取沿途道路监控 对案发时段拖经此站点的公交车辆逐一进行查看 结果发现 嫌疑人当晚乘坐的是二零一路公交 与此同时 侦察员立即找到案发时段 在该站点运营的二零一路公交车司机进行走访 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势走访 公交司机对当晚上下车乘客的情况没有任何印象 侦察员调取了该公交车车里的视频录像 发现一名戴帽子的男子上了这辆二零一路公交车 他上去之后直接找了一个最里面的位置坐下之后 大概坐了不到三站多 在我们相对偏僻一点点 一个二星工业学校旁边的一个公交站 他就下车了 通过对男子手上拿着的雨伞 体态的比对 侦察员确认 此人正是当晚实施抢夺的嫌疑人 那个地方是咱们青山区 可以说是一直是比较头疼的地方 这个地方客观来讲光源不足 就是街面上的路灯 社会的商业门点的辅助光源不足 导致这个位置有许多的盲区 嫌疑人究竟去了哪里呢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消失的路段是一片监控视频盲区 正在施工建设的道路两侧 路灯稀少 周围地形复杂 嫌疑人究竟是在此居住 还是为了躲避道路监控 从路边逃窜了 侦察员对嫌疑人消失后一小时内 这周边路段上经过的每一个人 每一辆车都反复进行了查看 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这一个信息给我们的是 确实他上了公交车的那个下车的地点 他是经过选择的 嫌疑人究竟是什么人 落脚地又在打底 警方一无所知 而视频追踪也面临中断的危险 此时据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在找不到突破后 5514案件将极有可能成为一桩无头案 他不可能从天上飞下来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种大部分经验 追踪于他来源的方向 对咱们来确定犯罪行人的心意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以及刻画犯罪行人是有很大的方法 庄案组对案情重新进行树立 大家不予而同 将目光又集中在嫌疑人作案后逃窜 距离案发经典不远的19街 因为大家推断 嫌疑人作案前 会不会首先来这里踩点 潜伏 等待时机呢 平反施展障眼法 狡猾嫌疑人 触行精力 躲避警方追踪 插召蛛丝马迹 执着民警 识破男子变形伪装 逆向追踪 武昌火车站为何引起警方注意 迷雾重重 乔装打扮 能否给案情带来转机 粉色先生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5月14日 周末之夜 一名粉色着装的男子 在青山区繁华街道的一家金店 疯狂抢夺了四条 价值五万多元的黄金饰品后 迅速往金店北侧的19街陶里 嫌疑人 企图迷惑警方视线 逃跑途中 丢弃伪装 进行变身 侦察员依托监控 一路追踪 结果发现 嫌疑人乘坐公交车后 进入一片监控视频盲区后 突然消失了 他逃跑的过程中 对19街巷子口的熟悉程度 我们推断 他应该在这个地方 待了很长时间 对这个19街 所有的 路口啊 所有的线路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熟悉 结合他在金店视频中 反映出来的他一些体貌特征 特别是他的步伐 体态啊 年龄啊 这个特征 我们来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 但是专案组 就这么丢 就是时间上 往前推 顺着这一思路 侦察员要去金店周边 即围绕19街 基础道路监控 进行集中查探 他们一案发前 当晚19点50分为一个时间点 分析 嫌疑人会不会提前来到金店附近 进行事先准备 经过搜寻 在19点39分28秒 发现 嫌疑人在这个街坊的其中一个路口 打着个伞 出来 晃了一会儿 一站多长时间 警戒着又 退回来这个街坊 侦察员注意到 案发前 嫌疑人出现在金店南侧19街一路口时 他背后的50米就是金店 但他没有就近前往 而是从金店南侧进入19街 穿行绕道 再从金店北侧走进案发现场 不知道的人 其实不知道这个路线的 当时我们就感觉 这个嫌疑人对这个路线太熟悉了 当天下午15点10分27秒 嫌疑人进金店北侧19街的巷子口 19点39分 嫌疑人出现在19街附近 期间三个多小时里 监控画面上 始终看不到 嫌疑人离开19街的身影 难道19街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吗 是作案之前的三个板牙式 作案主要是非常重视 19街到底是他的强生地 到底他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是什么隐身下来的 一直是我们案件当中 一个最大的义务 专案组立即决定 以19街为中心 走访排查所有巷道里留人场所 寻找嫌疑人蛛丝马迹 同时侦察员扩大到19街外围所有路面监控范围 继续倒查分析 嫌疑人在19街 即案发现场周边的踪迹 果然 视频监控发现 案发当天下午 嫌疑人不停地在穿过19街的各个路口 始终围绕着案发现场马路的两边闲逛 我们感觉他在观察 怎么最好的逃跑方式和路径 那么在整个穿情的当中 他一直没有变换他 当时就是在作案现场的这个作作 就是粉红色的这个上衣 以及他戴的帽子 这样一个特征 始终戴着一个棒球帽 那个盐子他拉得很低 我们始终没有捕捉到他的一个正面的脸像 我们只是熟悉了他的整个人的外背特征 以及行走的度态 专案组将案发当天作案前 嫌疑人出现的轨迹点拼凑在一起 恰恰印证了警方前妻 对于嫌疑人就在今天附近 及19街周边踩点的推测 那么狡猾的嫌疑人 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到案发现场的呢 他是附近一个铁路桥上下来的 他的铁路桥上面整整呆了将近五六分钟 那么他在铁路桥干什么 我们想难道他跟铁路桥真的有关系 专案组对铁路桥上每一个店铺 进行仔细搜索和排查 同时视频侦察员继续盗查嫌疑人的来路 当天下午14点35分11秒 嫌疑人进入青山公园 在里面待了近半个小时 侦察员注意到 在进入公园的前几分钟 嫌疑人是从一个公交站旁边的马路走过来 但之前这片地域的视频监控 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他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我们当时有个大胆的推测 嫌疑人难道是坐公交车在这里下的公交车 针对这个公交站 我们结合那个时间点掉去了 当时到达这个车站的时候 所有车辆的监控录像 551路公交车从武汉火车站始发 行驶到沿港路站点 侦察员发现身着粉色衬衣 牛仔裤 脚穿运动鞋的男子 从公交车上下来 但侦察员围绕公交车沿途停靠的十几个站点 一站站搜寻 始终没有发现粉色衬衣男子 究竟是从哪一站上的车 从他戴着帽子往下一压 这个不让别人辨识他的面部特征 咱们侦察员的话就更加肯定 这个犯的嫌疑人应该是存在一个伪装的一个过程 交车状态持续到变见 一个画面瞬间闪过侦察员的眼睛 武汉火车站上来了一个脚穿三条边那个运动鞋 下身穿着牛仔裤的这样一人 上身穿着个黑色T恤 还戴了个眼睛 尽管画面中身着黑色T恤男子 与之前嫌疑人的穿着他半差异很大 但相似的走路身形 让侦察员初步判定 两者应有联系 随后侦察员到551路公交车实地走访 发现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上车后 找了一个有挡板的作风 并在挡板后换装 据此警方判断 黑色T恤男子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名嫌疑人 根据他来去的方向应该是从车站里面出来的 那么我们首先想到车站里面的这个有个地铁 我们优先查看地铁视频 结果在地铁的进出口或安检等等 都看到这个嫌疑人了 那么判断这个嫌疑人就要是乘坐地铁过来的 侦察员注意到 嫌疑人出地铁闸鸡时 没有使用乘车卡 而是采取隐蔽性较强的逃避 为了明确他上车地铁 侦察员想到了找出嫌疑人的一个办法 根据探头对比 嫌疑人所在的走路的位置部位 最后比出来他应该从哪一节车厢里面下下来的 从而明确了这个嫌疑人 有铁基路搭乘这辆地铁 到达武汉火车站下了地铁 此时在铁基路地铁站里 嫌疑人的面目正越来越清晰的 向侦察员们靠近 这名男子的头发相对比较长 而且结合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 跟粉红的衣服一起发现的一个假发 我们仔细地观察发现 这个时候啊 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把假发戴在头上 视频追踪明确了男子上地铁的具体位置 很快又确定 嫌疑人是乘坐出租车到铁基路地铁站 根据说这是实际反应的情况 嫌疑人是在汉街这一站上的 然后我们就继续追到汉街这个位置的 视频进行查看 正好发现这个嫌疑人 从一辆公共汽车上面下来 把公共汽车的号牌看清以后 找这个公共汽车的司机调查 再就是调取这辆公共汽车上面的车载视频 发现嫌疑人是在武昌汉车上的正辆公共汽车 楚河汉街可以直接坐地铁 同一线路可以到达武汉火车站 相反的 他要从楚河汉街再坐租租车到铁基路的铁站 再坐地铁到达武汉车 这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对象在公共玩猫里 目的就是要躲开我们的视频侦查 侦查员们意识到 嫌疑人不是普通之人 做案前经过精心的策划和裁点 每一步都是按照事先计划在实施 那么狡猾的嫌疑人 接下来还会耍出什么花招来呢 一个形色匆匆的动作 一个小区的进出口 警察的职责和使命 揪出黑夜里的罪恶梦魇 满盘皆输 侥幸逃脱却无法掩饰犯罪事实 多行不义 狡猾嫌疑人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粉色先生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嫌疑人做案后 脖子转乘地铁 供气出租车 来回转圈 一路上不停施展障眼法 妄图不断变形 蒙混过关 侦察员紧紧抓住 嫌疑人身形 布袋 及着装等一些关键细节特征 任凭嫌疑人如何变身 警方始终跟踪着他逃跑的轨迹 侦察员紧紧盯住黑色T恤的男子 倒追至557路红郊始发站 武昌火车站 但在557路事发站点 及周边监控画面中 始终没有看到黑色T恤男子出现 嫌疑人去了哪呢 武昌火车站是一个交通疏路 那个地方的人流车流量非常大 如何在这个大量的视频当中 查找到嫌疑人的影响特征 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它这个来回的迂回折返 恰恰的证明 它至少是在我们本身 聚集过一段生命 搬来的 它不是很给予的逃离这个城市 只是对犯罪区域的一种回避 在武昌火车站西广场地下一层 侦察员发现了 男厕所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色T恤的身影 打着一把格子伞 但侦察员始终没有看到他 进入厕所的监控画面 莫非嫌疑人在耍什么障眼法 或者敲装打扮 进行了新的变身 于是视频侦察员 对之前几个小时内 所有进入厕所的人员 逐一反复进行比对 发现一个穿天蓝色长袖衬衣的人 打这个伞进了这个厕所 通过比对他的身形 这个步态 包括他所打的这个伞 这个花纹 认定就是穿天蓝色衬衣打伞 进这个厕所的人 出来的时候是黑色T恤 进去的时候是蓝色的这个长袖衬衣 这个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长发 进去的时候是一个短发 经视频追踪 侦察员发现 案发当天 嫌疑人从粉色衬衣到黑色T恤 再到蓝色衬衣 一路进行了三次的换装 侦察员继续倒查 最终在武昌火车站 出地铁站的闸口视频监控中 第一次看到了嫌疑人清晰的影像 这个小伙子 我们看一下 长得也是确实没精不休 他所展现出来的 包括他的走路的知识 包括他的一些走路时的动作 这个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一个身高 第二 他的体态 第三 这个人在行动的步态和步法 这是不过轻易改变的 我们就是凭借这不变的 信息 在我们半个城的视频当中 应该说 成千上万的探测里面 寻找到他的终极 侦察员一步步紧紧倒追 已换成蓝色衬衣着装的嫌疑人 最终确定 嫌疑人是从距离案发地 二三十公里外的梅远路 步行到中南路地铁站 再乘坐地铁来到了武昌火车站 然而在梅远路这片监控区域中 嫌疑人却再一次消失了 梅远路中间没有插入 周边除了一些门店 就是梅远小区 在这之前的时间段 都没有发现 嫌疑人在这一片区域出现 难道梅远小区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吗 警方立即对梅远小区 及梅远路上所有的店铺 进行全面排查 嫌疑人跟我们在玩什么花样 不要破这个局 解这个谜 这个谜什么时候解开 就像玩游戏一样的 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不破 结果放弃 梅远小区一共有四个大门 梅远小区的居民为了方便 从梅远路进出 把这个墙砸了一个口子 正好它消失的位置 就对着梅远小区这个口子 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小区进出口 似乎印证了侦察员们的直觉 那个墙口是一个临时的出口 只有对梅远小区很熟悉的人 才应该知道这个出口 侦察员调取梅远小区所有进出口的监控 集中观看 搜寻嫌疑人的身影 但没有任何发现 514案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 那个跟警方捉了好几天离藏的隐形人 会留下他的一丝踪迹吗 一个道路的视频里面 发现了这个嫌疑人 比较轻松的一个行走过程 尽管他有意地沿着路边靠墙行走 想逃避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覆盖范围 应该做这个一瞬间 大概2到3秒的这个影像 这个人当时在走这个区域的活动 是非常轻松的 发现嫌疑人 进了一个地方应该是买东西吃 我们感觉到嫌疑人 可能应该是睡懒觉 这个时候才起来 从这么几点分析 更加坚定了 我们的判断 嫌疑人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5月20日傍晚19点 侦察员守候了4天3夜的目标 终人出现了 嫌疑人竟然一路来到 几天前他消失的 这个梅院小区的院墙门口 你看那就是他 因为大家通过这么多天的努力 对这个人太熟悉了 当这个人一旦在你面前的时候 所感觉出来的 对自己的信号就是就是他 警方在林瑶家中 发现了他在被盗金店作案室穿的旅游鞋 和踩点逃窜式拿的那把蓝壳子鱼伞 落网后的嫌疑人林瑶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随着嫌疑人的交代 解开了之前困扰警方的几个谜团 首先案发当天下午 在19街的三个半小时 嫌疑人到哪去了 因为白天作案的时候 不利于他老保 他一定要等到晚上 视线不好的时候 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作案 所以他选择了旁边 一个很小的面馆 在里面吃了饭以后 他就一直在里面做了三个多小时 嫌疑人一次次变身 他的这些伪装又藏在什么地方 视频里面看到嫌疑人有一个腰包 从而印证了嫌疑人 之前穿这个粉色衬衣的时候 这个显得肚子有点肚蓝 他的腰包还比较大 从这个腰包里面 应该可以装一些东西 让我们在视频当中 无法来辨认出他 就是熟人都辨认不出来 通过这种伪装 要我们视频追踪 没有连续性 有断定 断掉任何其中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案子 可能都会存在更大的难度 嫌疑人林瑶自认为抢夺计划天衣无缝 可以蒙混过关 没想到 近近一周的时间 警方便找上门来 六点的时间呢 说不长的话也不长 一百四十个小时吧 特别是看视频监控的 咱们的侦察员的话 应该来说是没日没夜 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 为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一点忠敬 而轨迹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面对这样一个 做充分准备的犯罪嫌疑人 我们侦察人 心中我们这种顽强的作风 其实不是这种精神啊 一追到底 不把他追出来 别不说兵 这种耐心或耐力的批评 这种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刑警的天职 两抢案件必破 一直激励着青山警方 从未忘记的使命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书信一份满意的答卷 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六奶舰 南 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 滨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 108-1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1983-0320-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 请不吝点赞